鸟巢,这个呢,水利方对不对,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带出这个呢,你知道这个是叫什么呢,它为什么会这样设计,很奇怪对不对,那个游泳池啦,还有那个运动场啦,这个北京奥运会的,为什么这样设计的呢,其实这个叫做什么,从风水的角度,其实这是风水来的,是好风水,就是天元地方,天元地方是代表什么,代表完美啦,代表完美,代表一个perfection, 那么有看过这个吗,这在哪里呢,台湾在台北,台北101啦,为什么叫101啦,有人讲,为什么取这个名字这么露头的,对不对,其实101是什么,101其实就是易经,易是什么呢,就是阳,灵就是阴,阳阴阳啦,有没有听过这样,其实中华文化是一个很数码化的文化,中华文化是讲阴和阳,因为中华文化是受了什么,受易经的影响, 所以风水其实在全世界,很多国家,当然中国,台湾,马来西亚,新加坡,香港等等,到处我们都看得到,甚至比如说在这里啦,对吗,在云顶我们看得到,那风水到底是什么,风水是不是魔术啊,等等,我跟大家分享这些咯,这个就是天元地方,如果你去看,去台北101你看得到了,其实你看到那个,那个一个圆圆,那个四方的嘛,这个也是叫天元地方,代表完美, 这是风水的其中一个符号来的,OK,每一年,当我在有讲座的时候,也许你在过去,前几年每年有听我的讲座,比如说在电台上啦,电视上啦,等等啦,那么,每一年我都会把,这个每一年的那个所谓那个feature,feature of the year,把它label,categorize, 好像去年,记得吗,2008年,2008年像什么,像不像这个东西啊,如果还记忆犹新的话,那么每一年我会给一个名字,它去年呢,叫做roller coaster,对吗,好像过山车这样,上上下下,我们的心呢,就是好像这样,对不对,上下上下的心跳都不,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,如果听我的讲座,可能觉得这个蛮相似的,但是现在进入大概是5月了现在,你看得到一些东西,待会我会讲一些预测,可以再印证一下,我这些东西都在以前, 有讲过的,那么上下,我们的心情,包括比如说我们在2008年,经历很多,比如说一些很不好的事情,也经过一些很刺激,很好的一些事项,比如说北京奥运会,令大家引以为傲的,对不对,那么呢,进入2009年,我们大家都一定要知道多一点啦,今年有几个月,你知道吗,大家知道今年2009年有多少个月份,知道吗, 13个月,现在华人农历是几月呢,还有几个月来过呢,还有9个多月,对不对,所以现在计划还不迟,现在可以重新,大家可以拿这些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些知识啦,一些尝试啦,可能你可以应用在你们个人的一些,比如说在生意上,业务上的,或者怎么来召集一些新的agent的,做一些策划,做一些计划啦,那么, 那么进入2009年,2009年是一个怎么样的呢,那么,我们讲经济大萧条啦,每个听到这个很怕,对不对,那上个月就是四月多,看起来股市还感觉上还蛮不错,对不对,每个新就好像定下来,但是进入这个星期好像又不太定了,很多人呢,就是这个时候跟随着那个,我们讲文鸡起舞,但是呢,就是说看那个股市上上下下,然后实际上受这个外来的因素干扰,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的,但我们了解 也多一点哦,其实任何时候都是好时候,任何时候都是好时机来的,那么,但是我们从风水的角度来看,如果你还记得的话,经济大萧条,比如说,在上一回是1973年,还记得吗? 哦,再多一回是1985年,可能好像读书的时候,好像听,哦,听家长讲过啦,还是听父母啦,讲过,然后这一回应该有听过吧,还记得吧? 哦,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时候,看到这三个,三个年,你会觉得有点,诶,似曾相识啊,经济大萧条是不是每十二年一次的呢? 是不是十二年来一次的,是不是这么简单呢? 好像是哦,那么这糟糕了,这样子的话,2009要多一个十二年怎么办,今天是不是很辛苦啊,做东西? 哦,现在才过了四个年,好像是好像有点辛苦了哦,哦,这接下来怎么样? 哦,但是其实不用去担心这一点哦,我们今年呢,2009年呢,将会是个,我们讲,匹集泰,匹集泰来,就读着匹集泰来啦,哦,普通我们是读佛集泰来,对不对? 但是那个否啊,要进入这个否,它会经过一个所谓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啦,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去管理的话,其实是不会痛苦的,我们可以把那个危机变成一个机会啦,我们就是这个意思,于是说在一个很长的一个隧道里面,当你隧道过了过后,你会看到一片光明的,所以今年呢,是这样的情形的, 然后所以,在今年2009年,我把它称为什么呢?这是一个转列年,就是一个transitional year,如果你听我的英语的一些讲座,在radio啦,电视上,我把它称为,今年2009是一个transitional year,它代表什么呢?我跟大家分享一下,什么叫做transitional,什么叫做转列年 今年呢,就是很多年后,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的朋友,大家会讲,哇,多谢2009年这一年,因为这一年呢, 刺激了我,让我做出很大很大的一些改革啦,等等等等,那么,所以我今天,可能2010,2012,2013呢,会到达这个更高峰,这个就是叫做转列年的一个过程,所以今年我叫做转列年 其实呢,我把风水变成一种艺术啦,你刚才所看的很多那些图啦,怎么啦,其实呢,每一幅画哦,你左看右看,前看后看,都有它特别不同的意思的,这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,叫做Alan Tan帮我画的,他是个很有名的画家啦,这其实,把你的脑,你看了这个图,在脑里面翻一翻,180度,你看了恭喜发财四个字的, 好,这个叫好风水,那么呢,如果我们有去注意的话,其实呢,80%的在所谓成功的公司,成功的人士啦,多多少少,他们是有使用风水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业务,提升他们的公司的一些所谓的销售啦,等等等等,尤其是比如说在中国啦, 在台湾啦,香港啦,现在马来西亚,新加坡也是一样,变成一种潮流啦,但是其实千百年来,我们都在使用这风水而已啦,那么风水是什么,风水其实是一个成功的技术,风水,风水不是什么魔术啦,风水是一个成功的技术, it's a success booster, 那么风水是怎么帮助我们的呢,风水,风水到底是什么,风水怎么帮助我们,第一,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公司啦,或者家里啦,处理过后,风水过后呢,很多人说,哎,我做了风水过后,第一部分是什么,我要中马票,中马票啊,有没有人家讲,如果我没有中马票的话,你的风水不灵了, 这其实不对的,其实在风水学来讲呢,高级的风水不是这样讲,那些一直吹起来吹起来的风水,我们叫做很低级的风水,高级的风水能够望丁,能够望跪,望跪是有很多贵人来帮助我们,这个才叫做最高级的风水,那么,好风水是注重什么呢,第一,如果风水处理过后,第一,我们能够召集到很多贵人来帮助我们,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合作的伙伴,来帮助我们一起开创我们的事业, 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另外一个高潮,还有呢,我们风水也能够帮助我们制造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,就是商机,还有风水也能够帮助我们制造很多很多的新的市场,开拓很多新的市场,制造很多机会走来,这是风水的效应了,好,刚刚我讲了一些原理,所以我们进入风水的一些预测,好不好, 好,这其实是恭喜发财,看到四个字吗 好,好,很多人问,你们这些风水楼是怎么做预测,你们看起来好像蛮准的,有些东西哦,过来,你看我在去年年底11月多,开始讲的东西很多都好像看得到了,在前年讲的东西也看得到了,那么,其实在风水学来讲,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做预测,其中一个很基本的方法就是什么呢,根据那个通圣里面的这个,叫做什么呢, 春牛途,听过吗,春牛途其实是什么呢,就是以前农民啊,他们要做,比如说未来的一年要做预测,比如说他要知道今年啊,多不多雨水啊,旱不旱天啊,要不要储藏多一点水啊,什么时候开始要跟踪,什么时候要收成,什么时候要多零点水,要收多点水,就是根据这里要做预测的,从这里呢,我们可以看得到,比如说,这个其实对天气的预测是很准很准的,然后这过去千百年来都看得到很准,比如说从这个 2009的春牛途,我们看到什么呢,第一,我们可以看得到,今年呢,是个大丰收的一年,意思说,天气是很多水分,很多农粥就是很多啦,到时什么都便宜,样样的水果便宜,你可以看得到什么都便宜呢,土地也便宜,屋子也便宜,样样都便宜啦,就是建价来卖了,今年有这种现象,意思说如果今年,我们能够守到很多现钱,Cash is not just king, Cash is god,有现前真的是可以买到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了,那么从春牛途也看得到什么呢,我们可以预测得到,今年将会很多水灾,也很多火灾,你记得吗,就是2月4号的时候,刚好进入立春的时候,就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,在哪里呢,在中国一间酒店,对吗,整栋烧了,是个很有名的五星级酒店,是六星级酒店,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报纸,很多火灾啦,水灾等等四项啦,这个就是一般的风水师傅,怎么做一个 要预测,这是很基本的一种方法,另外呢,从春牛途我们也看得到什么呢,比如说春牛途里面,就是有几句话,实际上很多人有兴趣的就是什么呢,第一,他看到,哇,会有所谓打仗的现象,希望不会啦,那打仗的现象会在哪里呢,比如说在东北方,东北方在哪里呢,有人说这是北韩啦, 就是在东北的方位可能很多斗争啦,争执啦,有没有看,有看那报纸吗,北韩就要送一个卫星,上去外太空啦,那个美国啦,日本都很紧张啦,好像要打仗这样喔,然后另外呢,今年又会有什么呢,有这种大鱼吃小鱼的现象,意思说那些大的财团呢, 会把那小的公司合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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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意思说今年是一个合并的一年,意思说大家都要合作啦,才能够就是通往更高的阶层,第三个方法,第二个方法呢,来做医生是根据我们所很熟悉的飞星图啦,流年的飞,什么是飞星呢,飞星就是一般的那些所谓的风水师呢,用的很基本的方法,这是很简单,就算是没有受中文教育的风水师,外面很多喔,没有受中文教育的风水师, 他们不懂的中文字,但是都能够放风水的,很奇怪喔,他们其实是根据这个很简单的方法,就是根据这个村牛图,根据这个飞星图,飞星图是讲什么呢,讲每一个地方,比如说一间屋子啦,一个空间,当它有四栋墙围绕着的时候,就有不同的气的分布,气有九种,有号码一到九啦,那些红色代表好,黑色代表不好,意思说,根据东南西北来看呢,如果是红色的落袋,比如说大门落在红色的方位, 那么今年那间屋子就很好啦,如果落在黑色的方位,屋子就不好啦,就根据这些方式,那么就有一些风水师就提倡,比如说,在黑色的方位,你要放些什么水晶的那类东西啦,就能够趋局避凶啦,就是这个原理,很简单的方法啦,但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所谓的预测,另外呢,就是根据什么,听过推背图吗,听过推背图啊,就是做预测的,根据这里,就是跟这个《易经》的挂项来做预测,那么我们这里呢,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,就是配合这些东西,来做一些预测的,那么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,讲飞行图,飞行图是东南西北,你看到有点奇怪,上面是南,不管怎么样,比如说你可以拿,把这个图当成是你的屋子,如果屋子的话,你把你的屋子是向南,那么你的前面就是在上面啦,下面是北,那边是东,这边是西啦,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,我们很喜欢买号码,对不对,买车牌,买电话号码,我们很喜欢什么号码呢, 你喜欢什么号码,8号哦,对,8号是对的,还有什么号码是好的,你能讲168要楼发的,其实168是很好的号码,168是代表什么,代表财啦,有财的,比如说如果屋子的大门是落在这个1号,6号,8号,就是很好